歡迎收看台南產生家鄉親蔡公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一個議題 其實每一個人只要每天出你家的門口 都有考慮可以尋到這就是交通上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湾其實是一個土地的範圍比較少的地方 不過因為我們大家使用這個汽車 汽車的頻率非常非常高 雖然有可能你這個 蓋在路上的時候 大台車 洗台車全部開車會 這個交通就非常有很多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 來到我們台南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是一個開發以前的車期 所以我們的道路比較起來 會比較小一點點 車全部都來的時候 應該安裝來解決這個交通安全的問題 今天非常開心 是由貴賓來跟我們社會來討論 第二位要來邀請這是我們台南市政府高通局的 朱林秘書我們的謝惠雄秘書 朱民宜是不是 他會介紹給大家拍一張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市政府高通局 朱林秘書謝惠雄 歡迎我們的主比 繼續第二位要來介紹 這是我們台南市議員朱振宣議員 議員是不是他會介紹給大家拍一張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林依靖博物團隊 台南市議員英雄區 小豬 朱振宣 歡迎我們的小豬議員 繼續第三位要來邀請這是我們台南市議員 議員交通安全 出席的理事長李文藝理事長 理事長是不是他會介紹給大家拍一張 各位台南的鄉親大家好 我是議員工博物團隊的理事長 就請大家問好 大家好 歡迎我們的理事長 繼續要來邀請這是我們在地的理事長 我們大灣里的理事長 鄭文藝理事長 理事長是不是他會介紹給大家拍一張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大灣里理事長的電問魚 請大家先安 歡迎我們市議員貴賓 今天要來跟我們做會來討論這個 蓋車 機車 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台南的交通安全問題 應該要如何來做改管 就算應該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台南因為一開始有給大家報告到 我們台南因為 因為夏季開發後比較早 所以很多你如果蓋在古市庫這個地方 你就會看到它的道路都比較小 那現在因為觀光的林鄂又非常多 你如果蓋你的時候 不管是汽車、公車、或是機車 甚至是走路的人 全部都蓋在路上跟路邊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交通這麼亂 通常大家都覺得交通非常亂 不過這個亂要如何解決 其實我們的台南市政府還有我們的議會 還有我們神劇很多 比如說在地的理會長 我們很多我們這裡 比如說像議員的議會團隊 他們都非常努力的把我們做協助 希望說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民眾要在解決問題之前 應該要對我們相關推動的交通進行 要有一點相反 要有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好好來介紹 為什麼要來氣版取消部分路段 這兩段是左轉這個補婚 一開始是不是請主民給我們介紹一下 給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台南目前 這個客人主要的交通狀況如何 是 說我們鄉親報告 就是說我們台南市有185萬3千人 目前我們每一個人持有的機車 比例的全國最高 這部分是數字比較高 所以我們通計起來 我們180年我們的機車發生事故 其實也比較多 其實政府 我們黃偉澤市長的話 在多次在道安會報告都有 支持請我們道安的團隊 針對我們的工程 教育跟執法方面 來研究相關的改善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路比較小 如果兩山道在走 機車會在走二山道會受到其他的車輛干擾 比如說我們的公車庭靠銷 卸貨車輛 如果有要停車 北區要停車 其實這會影響就是機車正常的行駛軌跡 他就要來閃 所以這個意外就要發生 我們希望說透過我們的道路的車道 可以合理的配置我們的路權 讓機車可以來使用我們的道路 目前我們就是希望說來做氣板 內側我們的車道進行機車來取消 然後搭配可以兩段次走軟 讓我們可以讓機車在兩條車道的路線 可以進行來左轉 希望這樣的方式的話 也能夠提供這個汽車的話 就是更良好的一個行駛環境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不管是什麼樣的交通 進行車在推動 都是希望說可以改觀民眾 不管是走在路上 你騎車在路上 開車在路上的時候 都能夠有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環境 不過大家都知道說 兩段式左轉 這個交通政策 其實是很久之前開始推動了 所以我們被賦予到的概念 就是知道說 不管去街道你這裡騎車到路上 你到路口你想要緩 你要倒完你就是兩段式左轉 不管到哪一個路口 大路口小路口全部都是一樣 我們被賦予到的概念就是這樣 但其實好像也不是這樣 而且為什麼現在要來提倡 這樣取消部分路段的 這樣的兩段式左轉 一定有它的理由在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小組議員 給我們鄉親比如來分享一下 有什麼當初你們想要來推動這種進程 感謝純義 我想其實我們台灣的交通政策 我們的整個通常是用到汽車為主的一個思維 它以汽車為一個主體來構想整個道路交通 所以當你認為說汽車在走的時候 剛才還有汽車在動 譬如說我們內側車道 比較快的車在走的這個地方 然後汽車動在上面 它認為說可能會影響到汽車的通勢 造成一些不方便 上面這麼多輸位都是以汽車為主 譬如說我們的用大路橋 想用大路橋汽車不可以進去 其實路口我看起來覺得有夠 但是不可以就是因為你如果汽車現在就已經搭到這樣了 如果汽車又起的位子又進去搭 所以到時候我們整個汽車都是汽車為主的來做修客的時候 汽車就常常用邊緣化 邊緣化的結果就是怎樣 這個邊緣化不是形容詞 它是真的把邊緣化 就是說你都把它卡在旁邊 所以都要求我們的汽車就是都往右邊走 你盡量往右邊偏 往右邊偏的話 所以它就會規劃了一個所謂的代轉區 你往右邊走 你如果要左轉的話你就在代轉區左轉 認為說這樣是最安全的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漸漸我們在渡市的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說其實汽車的速度不一定比汽車慢 有這麼多汽車其實 尤其是年輕人在騎 有時候比較困難 我們當然不可以超速 但是當你的機車的車速其實不會比汽車慢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用車項分流 來取代我們過去的汽車為主的思維的車種分流 過去我們就是汽車就是汽車倒 汽車車種分流 你就是把汽車全部都搭去最外圍的車道 可是這樣常常會產生一個危險 你汽機車交織 譬如說你起車要右轉 但是你的執行機車在外面的時候 很多速度 這個時候發生這麼多危險 這個車種分流很直接的問題就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用車項分流 你執行車走中間 左轉車你就靠最內側車道 右轉車你就靠最外側車道 用車項分流的方式 減少一些汽機車這個交織 過去這種車種分流的汽機車交織 我們認為說這有機會 可以降低我們的事故率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交通比較流暢 讓我們很多的經驗就是 你起車要右轉和執行機車 開這回其實造成後方的回堵 也是很常見 大家用路經驗上應該都很常見 所以我們才會逐漸思考 這個也是一個道路平權的概念 就是你希望說你起車和起車大家都一樣 可以用這個車項分流來做一個租客 那當然要做這件事 我們後續就是要 我覺得交通局這個做法也很好 我們用試辦的方式 從優先覺得適合的路段 路口我們開始來試辦 譬如說T字型的路口 就是最適合做車項分流 來取代車種分流的 當然現在我們也 交通局也盤點了很多 像我們整個原台南縣區 第一個開始舉辦取消不強制 這個所謂的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大灣裡 我們鄭文立里長這邊 我們整個大灣路 這是原縣區的第一條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些事辦 我們蒐集了很多的資訊以後 這個事故率是不是真的下降 就我們所知 確實交通局事辦到現在 我們的事故率是有微幅的下降 所以只要大家不要做那種危險的道路行為 什麼鬼切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用車項分流逐漸去推通 應該是對整個交通會有幫助 不管是在效率上跟安全上 是有機會有幫助的 提到所謂鬼切 就是大家開車 因為我本身是開車的 然後就會發現 有時候突然那種摩托車 這樣子直接進來的時候 確實會讓很多開車的人嚇到 然後我們有時候開車在路上 你就會發現 剛剛議員提到的那種狀況 就是因為一堆摩托車 全部要擠在那個代轉區 然後有的可能已經偏離到 他們的代轉格 然後有的可能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反而其實增加了所謂的危險性 所以這部分可能也是因為 為了要解決這些 因為要代轉而產生的狀況 所以我們來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試辦計畫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理事長 繼續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你們每天上下班時段 常常都會看到我們的同仁們 然後在路上就幫忙指揮交通 那你們常常會看到這種 因為兩段視左轉來發生的這種鎖垢嗎 簡單說 其實這是一種法規 法規 因為我們所有的民眾 有時候會覺得說 遵守這個法規 交通規則 其實都要有一個二人 沒有事是說 都會有空時間 他就是沒有尋找這個交通規則 所以說他就會趁近 其實差距的時候 大家會照顧一下 有時候說 不要說我有空時間 我就沒有按照這個交通規則 就來那個 算是說 尋找 他就會唱 所以說 常常都沒有注意 或是說在關時間 唱 唱近 唱紅頂 或是說唱這兩段視 甚至有時候就 我們那個停止線 有的人機車也是 直接想到路底頭上 那個停車隔 停車隔 導致說有時候我們在最多時間 那兩段視 變成說他沒辦法停 沒有辦法停 他現在就要變成說 騎得比較近 那裡面 機車就對了 變成逆向 逆向有辦法 跟那個 算是正常行駛的機車 所會的收錄 變成換他為貴了 所以說我就是台中 有辦法在這兩段視 在那邊爭議 很多機車組就是在那邊 防 那個什麼 抗議 抗議 因為就是有這個 執法人員 叫人要兩段視走轉 就是有民眾就要說 你現在叫我過去 是等於是逆向行使 那你叫我這樣子去做 發生事故 如果發生事故 這什麼來負責 所以說 民眾就不想再說 你叫我這樣去 我就不想去 我就寧願停在旁邊 所以說這兩段視 其實有好有壞 個人的建制 這個看法不一樣 他有時候就是說 我關時間 我就沒有要遵守了 還是說那個 行李裡面 那是二樓口 其實如果沒有看到 什麼人沒有什麼車 他就直接 兩段視力 他就沒有要遵守 他就走轉 走轉後有時候就去 剛才跟車有人剛才出來 喝室出來 他去撞到 所以說 這種東西是覺得說 大家一定要去遵守 法規 交通安全 那個什麼 交通規則 所以說 比較是保障 我們每個民眾 每個人的那個 生命安全 所以說 其中就是要遵守 我是覺得說 你有這兩段視 沒有這兩段視 都是要禮讓 要遵守這樣子 那是確保我們 每個人都生命安全 就是趕這麼幾分鐘 其實對自己 跟對別人的生命安全來講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好處 那我想要繼續請教 我們的理念 因為 我們知道說 大灣裡有很多 上下班的領口 有學生 有我們的中部 在這個地方 那通常以我們大灣來說 比較會出現的 這些交通 交通事件 大概是有什麼部分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過去我們所看到的 比較多的是什麼檢驗 因為 機車是不正 我們 很重要的交通工夫 因為這個 這個教育有時候 從國小就開始加強 大家尊重交通 還有 上班也好 讀書也好 中間也好 應該是都要提早出門 沒有 也有人說 等到時間 夠 等到要來付時間 因為機車如果騎快 都會發生交通事故 所以 關於這個兩段數 左轉 我的看法 應該是有 比較好 沒有比較壞 因為一些 比較 古通 高通 整個比較不適合 或是說 是不是說 機車在使用 比較不適合 我是因為這樣 有比較安全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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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逃圍 翁翁都會去照顧到 所以 我是 覺得 這兩段是左轉 對安全性 有比較好 對 我們今天在現場 就是有支持的聲音 也有 不支持的聲音 我們就是 要來找一個 比較 中間性的一個方法 來看 是不是應該要安裝 譬如說 九幼的部份 像你剛才說的 我們可能在國小的時候 甚至說我們可能 自己去一些 小窟的 關懷據點 把我們中部的選手 讓他們知道 有什麼要這樣試斑 那試斑的好個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部其實他們有時候 站在路上 或甚至走在路上 他們的反應一定會 沒有我們年輕人騎快 所以 有時候可能 如果車在幫他 他不注意 電動 或是 或是在車站上 他可能 歡迎一定沒有我們那裡好 所以我們要安裝 讓我們中部 甚至說我們一些 可能一般 就比較不在騎 歐巴巴的人 他可以真的知道 我們這次 推動的用意 是在什麼地方 那現在是不是要來繼續 請教我們的主命 是 因為剛才小組議員 他有提起到說 因為從我們目前事辦下來 看到所謂這個事故率 好像有維俘好了一點點 對 但這個部分 想要先請教我們的主命 就是說 我們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考慮說 我要先從什麼地方做 對 但是我們挑的 其實好像也不是那種 交通量非常大的地方 比如說可能像南科 從台一線要轉進南科 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我們會挑這幾個路段 來做事辦 是不是 主比也能跟我們這分享一下 好 來我們鄉親報告 我們這次的器斑 其實我們也是挑選的原則 就是說 我們有去思考就是說 人口數比較多的 就是府城六區跟永康 加起來應該是人口走 都超過一百萬 其實它機動車輛的使用 非常非常的頻繁 所以我們 從這六七區裡面 我們挑選出來 有四十六條 是單向兩車道的道路 我們來做這個器斑 那器斑 其實我們也是說 希望說 是一個比較長距離的 長度比較多 可以收集到比較多的資訊 比如說如果有 維持那個 耗資化路口 或沒有耗資化路口 我們都有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來收集資料 目前我們 這四十六條 我們已經先挑選九條路 比如說 我們十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 第一個先示範出來 我們的中正路跟 中西區的中正路跟 府城路 這兩個已經端出來 繼續 我們有端出來 我們在地 我們在地 大門路跟富強路 這兩個地方 要繼續 後來 我們還有在十二月底 我們還有做五條路線 都在包括 我們的北區 安蘭 安平 東區都有 總有九條路線 會去 納入這個四半 我們四半 有做那個動作 就是說 在這裡的路段 在內側車道的 進行 機車 就把它抹掉 到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路上頂頭 有掛兩段式左轉 就把它拿掉 在前後路段 我們會增加這個告示 說 本路段可以左轉 這三個配套措施進行 做 之後 我們再來實施 實施完的話 其實我們九條路段 有記得看 十月二月到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整個 九條路段 其實大部分 有 大部分都是微幅下降 所以它整體平均起來的話 是比較 事故率的話 是有比較 比較少 那我們也觀察到 一個情形 就是說 有事故比較多的話 就是所謂的 我們俗稱的 軌切 軌切就是 進行從外側到 切記錄裡面 所以你 你做這個 橫向的位移 其實很容易 造成這個事故 我們統計起來 怎麼有二十個 所以 為什麼 我們希望說 我們示範這個措施的時候 我們也要做這個 我們的三一 工程教育執法 教育怎麼教育民眾呢 我們希望說 我們一個 正常的一個駕駛行為 應該要怎麼這樣 我們騎乘車的時候 機車 要做變換車道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 我們要打方向燈 打方向燈完 打完以後的話 你要準備變換之前的話 你要看看你的 看你的後視鏡 後視鏡看看你的左邊 跟後面的話 有沒有來車 沒有的話 我們要做這個 偏移到內側車道的行為 來 我們有兩種的情形 如果說 50號視化路口 有左轉車道 我們進入左轉車道的時候 我們等候時間的話 來左轉 如果沒有左轉車道 我們就是 當中 當綠燈 機會是左轉 這些都是一個機車族 應該正常的一個駕駛行為的話 能夠保障行車安全 這是一種 剛才議長說 說這個 兩段式左轉 我們示範這些措施 其實我們沒有把路口的 機販車兩段式左轉 都拿掉 就是說 如果你 比較保守的話 怕 那個車速比較快的話 沒辦法左轉的話 你還是可以在我們的一個 兩段式左轉的格子裡面的話 來等候的話 來做左轉 我想說 這樣的一個 事辦的話 我們會持續來觀察 來 滾動 檢討整個政策的執行 目前從去年的10月28日開始之後 一直到今年的3月其實 推動了很多的 四個月 對 已經四個月的時間 推動了很多個月 然後其實大大小小 每個月可能也這樣數據統計起來 會發現好像跟往年 比如說可能同期來比的話 它或許事故率會好一點 但是民眾通常很容易會誤會 就是我們在宣導說 有些地方我們要取消 就是兩段式左轉 然後我們要開始來試辦 就是不需要停等這個狀況 但是民眾很容易會想說 我是不是全部的路段 都不會這樣做 那議員有時候 你們在地方在走的時候 其實也會聽到民眾 有這樣的聲音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謝謝純議員 我想喔 真的 剛才先呼應我們 剛剛在地 我們的電文醫理長 其實說得很有道理 就是說 真的有一些事情 他在走路口的時候 他也是希望可以代轉 兩段式左轉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進車 就是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它不是出銷 它其實是不強制 意思是說你的車速有夠快 你要直接左轉 你可以直接左轉 如果車速比較慢 你要慢慢走 來代轉 兩段式左轉 你也可以 這個建設 就是可以照顧到各種需求的人 這是第一點 我們重點是確保安全 你如果覺得改車速比較慢 你就是在我們的旁邊 來做一個代轉 這一定要再三強調 不然我怕說 有些中部的怕 你怎麼把這個東西出銷 不出銷 我們是不強制而已 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是 剛才說的 民眾無所事從 到底對幾個路段 已經有在試辦了 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我想這也是要跟交通局做一個拜託 就是說雖然說我們在路邊 有插那個告示牌說 此路段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但是我看起來 那個告示牌 它是用綠色的底 白色的字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路牌 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那時候一直在拜託說 可以讓我們用比較有警視性的 譬如說你用黃色的底 黑色的字 丁丁 用這個方向 大家可以比較注意到 而且那個 你可以做那麼大 它沒錢的你 也很小的你 我是希望說這可以做一個條件 讓民眾可以知道 說對幾個路段有在實施 而且現在來說 有的 可以跟我們在地的 原管區的好朋友 我們的鄉親 報告 就是說現在大部分 事辦的九個路段裡面 始終只有一個路段 是在原台南線 在我們英空間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我們的大原路 到我們的富強路一段 村的八路段 都是在原市區 這是一個初步的了解 至於說我們中間的 這個告示在做清楚 我相信這也很重要 特別是其實 它的相關的一些工程 譬如說 我們這個 藍色的告示牌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它 如果要叫這個路口 是要強制兩段式左轉的 它在這個紅綠燈的旁邊 絕對會 放一個 圓形的排面 上面有 用圖示 就是一個機車 叫你要兩段式左轉 這樣 你如果看到這個路口 沒有這個 圓形的 藍色底的 這個告示牌 基本上這個路口 就是你可以來做一個選項 你看你要直接 直接左轉 或者你要代轉 都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判斷的標準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說 民眾他們這樣的一個反應 除了說我們在路口 這些所謂的告示牌 要做清楚之外 我覺得教育的部分 這也是里長一直在強調的 教育應該是不是要妥善的 而且也確實的讓不管是長輩 學生或者是我們這些里民 大家都可以清楚 那議員是不是有什麼建議 應該比如說可能我們政府 這邊應該要 怎麼樣再去推廣 因為民眾通常看到的 都會比較是片面式的訊息 他沒有辦法全面了解說 到底我為什麼要轉不轉 然後我應該要看什麼標誌這樣子 這個教育的部分 有什麼建議嗎 確實我們的交通法規 其實每一三八 跟二三也都有記憶 我說交通法規 我們真的是要再從源頭 審慎的做一個思考 我先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 有一些路口 它是有左轉轉用道的 可是它的紅綠燈三色號字 它的執行不是畫執行箭頭 它是用一個圓圈圈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即便你在左轉轉用道上面 如果是綠燈的圓圈圈的話 如果對面沒有 對象沒有來車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機會左轉的 那但是發生在我們 其實在我們影響旁邊而已 就是我們的前鋒路 走我們的東風路口 就是我們的平礁道旁邊那裡 就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那個路口跟平礁道很近 那個路口的三色號字 也是圓形的綠燈的 但是很多人 在這個左轉車道的時候 它就都躺在那裡 對象沒有來車 它也都不前進 所以會導致整個左轉車道 然後就一路漫延 而且一路塞到平礁道上 非常的危險 其實他們是可以直接左轉的 但這件事情 很多市民不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第一個 當然我們在圓頭 我們在考照的時候 我們圓頭的考試 可能這些都是應該要強調的 還有我們從我們學校裡面的基礎教育 小朋友知道了以後 他回去也會跟爸爸媽媽講 跟阿公阿嬤講 我們可以盤點 譬如說我們盤點 十大最常見的誤會 讓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其實你錯了 這些盤點出來 然後交給小朋友 或者我們的民政系統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立辦公社裡面 這樣去奔 還有我們的教廟 其實把這些最容易出現的 十大容易犯錯的 這個交通法規上的認知錯誤的 還有十大容易被檢舉的項目 譬如說大家現在在說檢舉達人很多 你如果知道這十大項目是容易被檢舉的 譬如說你沒有打方向燈 你知道他要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你就不會再去換這個就錯了 你就不會去倒樓 倒樓上面再做一些 延誤交通的情況發生 我覺得這個教育的部分 民政系統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這個考照的部分 這個都是應該要再來加強的 當然還有最後一點 就是拜託我們的李大哥 其實我們在交通 不管是第一線的警察 或者我們的議警 我們的議交 他們都很經常辛苦的 在路面上指揮交通 當然有一些特定的路口 如果說大家特別容易誤會 而且會造成重大的交通問題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前鋒路跟東鋒路口 那個平交道旁的 這個也許有些時候我們的警力在第一線 透過這樣子的引導以後 也是會讓民眾去習慣正確的交通方式 我們希望讓民眾可以多一點的概念 然後多早一點去習慣 所謂我們為什麼要去推降的一些交通政策的時候 當然大目標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的走在路上 或是行駛在路上 那剛剛李大哥其實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理事長有提起就說 不管是要左轉 要帶轉或不帶轉 其實大家都還是需要遵守交通規則 那遵守交通規則這個部分 你們每天上下班的時候 你們站在路口一定會非常的有感覺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現在就是你覺得說像有一些路段 他目前已經開始在試辦了 那像你們看起來 感覺他的信號如何 這樣說 其實我們那個法規的規定 其實我們政府人員就是照他的指示標誌 或是說那種法規上去做執行 可以轉彎就轉彎 不可以轉彎就不可以轉彎 剛才那個議員有講到那個號制 其實那個號制應該講這個號制 應該屬於交通局這邊在管 因為那個路口有時候 那個描述 其實他都有他的那個 他們經過有算過的 有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指揮人會覺得說 警察沒有多久還要走 其實這是不行的 因為我剛才那個人特中正路 跟那個中山路口 那個高速公路口下去 交流到那裡 那個號制就是 它都是單向的那個號制 他怕這樣你就是這個號制而已 現在四個號制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才 中山路口那裡 在做的那種 在西港 西港 所以說這點就是這樣 在西港 很厲害發生事故 因為為什麼 大家都要收拾 收客 所以說 我就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盡量 可以盡量 可以盡量 我覺得日本人 他們的那種 他們都會 小朋友 如果去過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那種 把馬 馬馬線過去之後 都可以回頭跟那個 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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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的勵也很好 因為這種就是他們遵守 那種交通法規 他們的心 好像說這有確保我的生命安全 我一定要遵守 不過我是看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這個鄉親 有時候覺得說 對這個這項的東西 比較不會去 感覺上就不會說 我就覺得 這跟我生命危險 比較遵守 還有 種種 都會覺得說 我勵勤就好 方便就好 所以說 會比較 比較不注意這個 那個什麼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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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怎樣 也不可以怎樣 所以說 我是覺得 這麼呼籲 就是說 大家真的 一定 台南市 一定要遵守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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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就這樣呼籲 大家盡量就是 離讓一下 你如果拿一步 這樣你的安全 不要超近 因為這些 台北都沒有注意 因為我們的發行事 沒有注意 看到沒有注意 什麼 所以說 甚至大車的旁邊 盡量我們不能外 它也有視野 視角 所以說 這種東西盡量 就是要閃開 不過我看很多 就是 學生小孩也很少 就是我們幾乎 我們的感想 就是說 盡量就是遵守交通規則 這樣子你的生命安全 你絕對可以確保 所以說 我也是呼籲 就是 大家尊守這樣而已 是覺得說 有兩段事 沒有兩段事 這個都是 實施看 是說 讓我們可以更方便 覺得說 我 我比較空時間 我比較不用 去那邊等 那個時間 有好有壞 就是 我們立場北人說 說 你如果有尊守 當然 你就是安全 所以說 不是為了說 我穿幾分鐘 我可以 那個 就更可以說 比較快到處 不是這樣 是安全 要排作第一 以上 就理事長說的 就是 我非常的有感覺 就是因為開車 講到禮貌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 當時開始在開車的時候 不管是公司的大哥 或者是家裡的長輩 然後我會跟你說 你如果生娘你過 你就是跟他打個招呼 他什麼時候 但是我現在慢慢的會發現 好像我讓人家了之後 已經沒有看到有人 在跟我打招呼 就是謝謝你的感覺 所以我讓我剛剛說 我們這個教育 是不是真的必須要開始 可能從更小 或者是更落實的去強調 所謂不管是行車的禮儀 或者是你開車要遵守 交通規則這件事情 因為我會發現其實這幾年 大家會看到在路上 很多都是以我 以本位為主 就是我自己想要怎麼走 我就怎麼走 因為我的時間是時間 別人的時間 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 這樣才會發生很多的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故 甚至是撞到人 然後產生一些傷亡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說 這個真的是 我們除了說在法規的上面 我們要去做調整 在教育的部分 這真的也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還有我們的民眾 大家都要多多去配合的 像我們其實在原本的 原市區的這幾個區 去推動這樣所謂的事辦 然後我們在永康也 從大灣路到富強路 一段這邊來事辦 其實我們有做了一段VCRU 問了一些民眾他們的看法 對於所謂取消部分的 這樣子所謂事辦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 到底他們的接受度是什麼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VCRU 台南是專帶的 理事上有固的社區 在這裡運動到 高高的文化氣息 處處是固執 緩惑的行動 人情味識 是台南的體識 不過隨著其自 人口所的情感 以及觀光也不發達 台南的萬部條 在交通上 約了幾分的香港 台南的一款 倒樓的 兩段是倒垃圾 長久以來 國民都碰到不一樣的社員 在台南市政府 在這裡的社員當中 不斷在調整改變 現在竟然是 頭一個率型器官 出銷補分樓大 兩段是倒垃圾 整頓的社區 不過這樣的進市 民眾的想法又是如何 柯哥就是請問 你剛知道 我們廟口在做氣盤 在取消兩段 製作什麼 呃... 知道 了解 所以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認為是覺得危險 在這裡 紅車上 我現在在菜市場 裡面 這個樓口算危險 危險 是因為 你覺得樓太大了嗎 車數 我們也快 車量也多 那你對於取消兩段式 走轉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是 若是兩段式是比較安全 你直接繞過去就比較危險 不然直接繞過去比較省時間 可能會比較方便 可是我覺得還是會比較危險 我覺得二段式轉會比較安全 畢竟這是大路口 這裡的車還蠻多的 四半 我覺得如果取消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 如果真的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我覺得有點 就騎車啊 不管騎車還是什麼 有點困擾 第一點喔 它可能交通外面比較不會塞 而且他們轉的方向 假如說 就是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不用在兩段式左轉 就直接左轉 或者右轉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我覺得那個 兩段式左轉的話 我覺得限制在那種 側流單或大路段的時候 比較OK 像那種小路段 然後側比較少的話 我覺得可以取消 有沒有帶轉 是都可以 但是 是強不強制的問題 就是 如果有些機車 是也比較快 然後 比較有那種駕駛意識的話 是可以不用帶轉 然後是那種比較慢的車 去進行帶轉比較安全 對新進行的事實 是 是這麼有意見的人 沒有輸定的 在台南的路里 人口的相對比較多 出銷兩段式左轉完後 大來的二變形 是不是會 跟中間在在大路上的危險 也是在中路段的出銷 是不是會讓民眾混沌 但是沒有出銷的路段 也沒有進行兩段式左轉 在中路段的氣板信號 是不是可以 燃燒到擴大範圍 讓我們對到台南行車 繼續探討下去 對剛才的VCR裡面 有意識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民眾 對收益氣板 取消兩段式左轉 或者是可以 繼續兩段式左轉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就跟我們現場 看到的一樣 有的比較支持 然後有的其實是 沒有那麼支持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整個社會 大概百分之百 大概民眾們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就要跟大家 繼續來聊一聊 為什麼可能民眾 他會不支持的理由是什麼 那我們想要這樣子推的因素 又是什麼 我們要從中去找到一個磨合點 那不支持的民眾 其實剛剛理長就有說 因為我們很多長輩 其實他很害怕 因為你今天叫他可以直接 這樣抖的時候 第一 他可能速度對不起來 第二 他可能會覺得 好 他們都在這裡這樣 直接就抖過了 我可能會很害怕 那理長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 目前這個政策 其實是已經在推動了 那我們必須說要透過 我們一些去 社會關懷的磨合點 把我們的長輩來做選擇 讓他們了解 那像你怕你去 我們的磨合點 或是去我們的社會 人中生的時候 中輩他們的歡迎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 像我們的長輩 應該對這個政策的想法 應該是兩段數左轉 都一樣方向 我們都一樣方向去進行 之後 要做完 也是一樣方向 所以對一些 不能撐桌的 比較不適的 還是一些 反應比較慢的 應該是有很多的幫助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是補分 補分 補分 你如果車速比較快 你可以先拿走去 來車到島外過去 像我們的長輩 可能他們有什麼 歡迎不太好 他們可以繼續維持 去存那個代轉格 很多人會發現問題就是 都向島外 後面車塞進 來不再撐下去 有分作兩段 就是說 我們都把方向哪有 可能會去撐到 不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 對一些老大人 或是做小孩 兩段數位比較安全 因為高隆問 整個月 我是覺得對國小就要加強 因為大部分是都沒有遵守的 才會發生問題 我們如果時間有量 就不會發生 十次撮後九次快 這以前的公分就是這樣 所以第一點要遵守 大家要遵守 這樣來高隆幾週 可能會更加強 像你之前在我們大灣立志的時候 是不是有貓 因為當時如果出現一些遵守 你可能都要盡處理 那你有看到原委這種 兩段是左轉 然後去發生遵守的嗎 在我們大灣立志 之前覺得發生過 是 這樣也不 沒有感覺這樣 有啊 因為有可能一些 因為那些菜市場 大廊都要送菜市場 有些人 大部分會關時間 就比較沒有遵守 沒有遵守就會發生問題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長的想法就是 覺得說 不管是要兩段是左轉 還是不必強制兩段是左轉 主要就是大家只要 你提早出門 不要在那邊穿那麼快 遵守我們的反則就比較好了吧 可以 在時間上我們就不關公了 不關公 因為後面來這裡 不關公 我們就不關時間 會看最少了 不然發生遵守都也關公 對 這樣像比如說我們的 市政府 我們交通教授 他們真的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開始在企業了 那因為 技能已經這個政策在走 我們就要透過我們一些選擇 來幫忙 把我們的政策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了解 那像你覺得說 政府他們現在要辦這種所有的選擇 這種 讓我們大家知道這個政策 怎麼走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應該可以去什麼地方 去做提供的 效果的 比較好一點吧 就當然有差啦 我們有的選擇有的說 因為這個 我們說 現在政府就規定這樣 不然他遵守法的 很多人都會怕法 有在說就有差 所以我剛才有說 對國小就要加強 這個交通規制 然後交通問題都會改善 蘇果才會減少 立法一直拿去 對國小的部分來做選擇 所以這個校園宣導 其實不管我們看到 是在交通政策 或者是一些衛教宣導的部分 其實都很常會透過到學校 去做一個推廣 一般說可以 小朋友 不只是影響自己 他回家還可以影響他的家人 爸爸媽媽阿公阿媽等等這些 那是不是我們交通局這邊 其實也都有陸陸續續的辦 這樣的一個校園的宣導 是 其實在市政府的話 當會報裡面的話 他的一個工作的話 有一個分工 我們都是一個是一個團隊的話 透過工程教育執法 這三個 那教育的話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一環 那在教育的部分的話 其實學校的一個交通安全教育的話 我們在教育局的話 一直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宣導 交通局 交通局的話 包括我們本身的話 會做那個到校園的一個 交通安全知識 包括交通安全知識 或者一些內輪差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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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一個交通安全觀念的話 都會有 那 除了學生之外 連長者 連長者的話 我們也都有到我們的 村里管理中心 熱靈中心 去結合 順便做這個 這個 其他的一些衛教 我們也順便把交通安全觀念的話 倒進去 市長之前 也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老大人 如果剛才要去 一直有去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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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播放一些交通安全的議員帶的話 更深 強化大家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觀念 我想 這些都是潛移默化 我們都會 增加大家一些 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的話 對整個交通環境的改善一定有幫助 這個是從我們 從校園 透過一些講座 然後可能我們到 村里關懷中心 到熱靈據點 等等這些去做推廣 希望 讓不管是每一個年齡層 都可以更加了解這個政策 不要說可能一個政策出來 然後因為跟我過去的使用習慣不一樣 然後我就去反對它 因為畢竟沒有人做過 那我們先來做的話 總是會有一些數據 是可以值得我們去參考的 因為小豬議員 其實您當初要去支持 這樣的一個所謂試辦的時候 一定會有不同的聲音 有的人會問說 為什麼你要支持 有的人會覺得支持這個很好 那其實你會怎麼樣去 跟比如說反對的人 去跟他們做溝通 讓他們更加了解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要尊重各種使用需求的人 如果尊重他 然後考量到他的需要 然後來推動政策的話 我相信政策主力會相對的少很多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直很強調 一定要踩雙軌制 雙軌制就是 你要直接左轉的可以 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但你一定要保留原本的待轉區 讓有需要兩段式左轉的鄉親 一樣可以兩段式左轉 那用這個方式去跟大家溝通 就是說我們尊重大家的選項 以你自己的能力 你的習慣 你來做條件 用這樣的方式可以盡量化解一些 這個可能的一些不信任 或者對政策的憂慮 對 那我覺得還是重點 對大家一直說 教育的問題 像我們現在在市區 我們都看到說 市區的路口 它的最內側車道 跟中間的這個或外側車道 它中間有一條 原本過去都是雙白線 可是他們現在開始會把內側改成虛線 外側是實線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內側車道 你可以切出來 切到外面 但是外側不能切進去 所以再參的強調就是說 你如果騎機車要左轉 你絕對不能過切 像剛才我們交通局 住民一直在強調 你一定要打方向燈 然後注意後方來車 然後提前變換車道到內側再進去 你是不能直接在路口處 就直接要切進來 內側車道 然後又要左轉 那個絕對會發生車禍 會很危險 所以我想 也是要透過這樣子的教育 去讓對這個政策有疑慮的相親 去認同說 我們真的有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剛才我們建議會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我們交通局盤點一下 或者是警察局 盤點一下 十大容易誤解的一些交通的法規 或者十大容易被檢舉的這種事項 出來以後呢 我就在想說 我們市政府都有在辦台南購物節 購物節是不是大家消費 登陸發票 就可以摸大獎 之前是摸到 新房子 新車 有抽金磚的 現在最新的這次是 抽到黃金金磚 我想說 我們除了透過教育的系統 民政的系統 我們去推廣這些 我們接下來做出來的文宣 或者是教案等等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透過線上這種方式 你去設計一個題目 然後大家只要答完題目以後 然後答對了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組序號 可以登陸抽獎 這個可以展現我們台南市政府 或者我們台南市議會 作為一個監督機關 我們去對於整座城市的 交通安全的環境的提升 我們要做一些變革 我們當然要讓市民知道 透過這種方式去宣傳 我相信那個效益會很好 因為大家知道說可以抽大獎 大家會去填這個問卷 去了解這些相關的資訊 到時候我相信普及率會很高 而且透過線上方式 在宣傳上都會比較快 所以重點就是這樣 第一 我們是雙過邊境的方式 第二 我們透過很大的宣傳教育 去讓大家理解這種交通的使用方式 那減少大家的疑慮 我相信這樣會讓反對的意見逐漸減少 其實台南這幾個月以來 其實我們推了很多的所謂試辦的工作 不管是就是部分路段的 就是不強制兩段是著重 還有所謂緣緣 因為台南緣緣很多 然後以前我們緣緣都知道說摩托車就是只能繞著外面圈圈走 但是現在有部分的緣緣 它也可以就是進來開到那個原本汽車在走的這些地方 那我們剛開始其實開車的人來講也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你進來我的汽車到了這樣 但是這其實也是要透過宣導讓民眾更加的知道 而且我發現民眾很可愛啦 就是通常只要聽這個聲音就成了一個音這樣 他就會知道說 有人在說那個不用繞著緣緣的外面 然後有的人可能會講說不用這樣子兩段式左轉 他就會以為全部的整個台南市都可以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讓民眾更加的了解說 目前比如說試辦是在哪幾個地方有做試辦 我們除了一些標誌之外 然後一些政策比如說新聞發布等等 有沒有什麼可以更加讓民眾 可以他走在路上騎在路上 他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地方是可以開進去圓環內的 或者是說他可以兩段式不用兩段式左轉的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說 市政府如果推出這個政策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要解決問題 那我們發現這個機車的話在行駛的一個路權 分配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們提出這個所謂的 我們不強不治左轉的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也是想想說這樣的一個方案的話 端出來的話大家習慣的一個改變的話 怕沒辦法瞬間接受 所以用試辦方式 那試辦的時候我們試辦一面收集資料 所以在這些試辦的路段的話 目前的話市政府是端出了九條 那這九條路線的話其實就是同步的話 把那個內側的那個標線模組拿掉牌面 那那個兩側的話會做一些相關的一個告示牌的話 所以說可以直接左轉 但我想這個部分如果資訊不明的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會再來研議看看怎樣的優化 那另外就是說怎麼樣讓鄉親知道這些訊息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市政府要透過導安團隊多家的 也有多面向的管道 我們的包括我們的新聞發布或者小 在透過臉書或者圖卡的方式的 來做一些比較有趣的方式來讓民眾知道 那我想另外最後就是說我們的一個如何落實到村裡 那村裡的部分的話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也要請那個里長的話多幫忙 那我們這個部分的話民政體系的話也是我們道安的一環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交通局的話也會結合民政的話 來多家的來宣導讓人家知道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想說一個好的政策的話就是說我們想市政府要把它推動下去的話 希望說能夠得到大家比較多的支持 我想這個多面向的一個推廣的部分的話 我們透過道安的一個體系的話 請大家的話來多多來幫忙 像我們大家都有分享到想法 那立正我想要這一步跟你請教 因為獨了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就是像我們一開始說的 我們有學生有一般的里民 有長輩有小朋友有好好的在家 那獨了說這個事辦兩段式左轉 就是取消就是部分不強勢的這個部分 以外你覺得有什麼樣的交通建議是可以 因為今天剛好我們交通局的代表也在家 是不是有什麼交通上的建議是可以 把他們做歡迎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我們一般在大院 比較常常會看到 我們民眾把我們歡迎說 那路怎麼會這樣用 比如說那有什麼要這樣走 是不是有這種建議也可以直接在現場 歡迎讓我們的交通單位來了解 這個兩段式左轉 這是七萬多久 一般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你如果兩段式還好 你如果四段式要左轉 其實是真的有比較困難 所以我是因為說四三桌 應該要遵守兩段式 兩段式 兩段式你都不會向前走 慢慢來 慢慢來要從外面那個機車到慢慢來切切切切切 要說過要經過兩三桌 一公里我就要慢慢來開始慢慢來切 所以歡迎慢 還是說老肉婦族屬其實 真的很困難 現在那個中方的 不是中方的 是說有些主張的老人 也有些試煉的那個 騎電動槍 對 所以這個交通屬於是 要說準序還是準序 因為 有的光光時間 前面上不倒 它就開始要轉 所以 我感覺先兩段式 屬於真的有比較安全 對 注意選擇 當然我們 做立場的部分 我們盡量 人家來講 我會各個稅稅讓人聽 讓人家了解 注意他要聽多少 對 我就沒辦法 你看 九龍幾乘 有的都給你打 甚至說外國的也有去 聽口 聽就聽 還發展也是我們才會 四所領到簽名 就還沒記住了 那就是他就好 他也是在關時間 也是在轉 甚至他沒有上班 沒有在賺錢 也是在轉 很多次 所以 要說選擇 選擇會說 但是 考克思思說 也不太好 所以其實最好的 也是我們民眾 自己本身應該要 對這個交通的進行 要有 比較好的了解 因為不管是怎麼用 你 走在路上 你站在路上 你開車在路上 主要的行為自己安全 這比較重要 所以 宣導的部分 我覺得確實是 一定要去做的 那 不管是從哪一個單位 去做推廣 讓我們的民眾更加的知道 我覺得這個都是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那最後我想要再 剩一點點的時間 我請問一下小助理員 就是 永康它確實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它人口又最多 然後它的整個構成 人口結構 不管是整個工商環境 它其實都是一個 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縮影 所以在這邊 什麼狀況都可能看得到 那除了這樣所謂 你們推動了這樣的一個 事辦 部分不強制兩段式左轉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樣 其他的交通建議會希望說 讓我們的整個 永康啦 甚至台南的交通 其實是可以更好的 是 我在想我們每次在統計那個 十大事故入口 那基本上永康都會南瓜了 將近半數 那其實不是永康人特別 不遵守 愛違規或者是 用路比較危險 而是因為永康它剛好就是一個 交通的樞紐 原市區 原線區 然後從住宅區到工業區 的一個交接的地方 所以這邊車流量非常的多 所以基數大的情況下 自然事故也會相對的多 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這些 這些易造式的路口 我們其實也跟交通局 還有相關的單位 都有到路口去現看過 那現看過也都有做一些微調 但我覺得真正重要的 還是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例如說 這個我們常在講路口 它路口有些時候 你有左轉轉用道 那自然有左轉轉用道 它是偏心式的 那自然你的這一個 兩個執行車道 或者幾個執行車道 你要接到下一個路口的時候 你一定在路口中間 會有一些偏移 對 這些偏移的話 我也覺得說建議交通局 真的我們可以從幹道的部分開始 我們要把這些路口畫清楚 第一個例如說 我們的大灣交流道下 這個復興路 跟這個高速公路的側側道 這邊中間的這些有偏移的路段 我們其實都應該要把虛線標起來 不然很多人它其實它並沒有照著這個路行在走 它會直接走 會跟人家產生一些插狀 那這在交通上也都會造成不必要的一些 擁設等等 那再舉一個例 像臨聲路跟東門路口 那個路口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彎 很多車要走轉 應該要把虛線要標出來 讓執行車知道它該怎麼執行 然後第二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中央分隔島 這個都很棒 還有我們有保留很多的路間 為了要給商家或給住戶 有一些地方可以使用 但我覺得在路口處 你的中央分隔島應該要限縮 你的路間應該要限縮 你要想辦法增加出左轉轉用道 一旦左轉轉用道出來 我們可以減少掉非常多的路口的事故 塞車的問題 還有塞車的問題 有太多人我們自己的駕駛經驗都很清楚 就是說你這個左轉轉用道上面 然後有一些執行車可能要切出來 它都會造成一些危險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 其實都可以從幹道開始 交通流量最大的幹道開始 那特別我自己跟林一錦立委 我們的服務處外面 就是在高速公路的寒洞底下 那邊也是一樣 台幼實線你要往新化方向的話 它其實只有兩線道 它並沒有一個左轉車道 所以會導致大量的車 擁擠在那邊 那這個也都性高改善了 那目前我們是有爭取到 就是說因為那是公路總局在管理的 所以我們跟公路局那邊 爭取到說路面重鋪 路面重鋪了以後 你一併把這個標線重化 讓往西的 台幼實線 往西跟往東 在我們高速公路 寒洞底下這邊 都可以有三線道 都可以有左轉轉用道 可以減少很多的事故 所以整的來講 我覺得我們路口的標線標誌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這邊也 跟市民朋友報告 有任何交通上的需要 其實也都很歡迎 跟各界的民意代表反應 我們一定會把這些寶貴的意見 帶給交通局 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建議 想法看法 都是希望說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在台南這個地方 你也當歸了才開心 而且是非常平安健康 我們在台南 真的把它打造成一個移居城市 那其實我們過去跟大家討論到 所謂交通 台南到底要不要有捷運的問題 捷運怎麼走怎麼做 那今年我們跟大家 好好地來分享所謂 因為正好剛開始在事辦 這不強制兩段式左轉 我們也會希望說 透過我們每一次節目 跟大家分享 可以讓我們的市民 真的是快快樂樂生活 在我們台南這個地方 那今天要再次謝謝我們四位貴賓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謝謝我們的主命 謝謝議員 謝謝理事長 感謝我們的理事長 來跟我們的節目現場 也希望台南心者 鄉親出來說的 可以繼續跟大家來討論 我們這裡所有 不管是健康地面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 希望說 在我們的節目 透過正反兩方的 推廣的一個宣導 或者是溝通 都讓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最好的平衡點 那今天我們節目等下 各一趟樂樂樂 我們再會 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討論